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當世界逐漸走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因應 現在全球的經濟其實也跟著大翻轉了 包括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 以及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是先後跌落全球首富的寶座 反而是法國LVMH集團的主席阿諾 越深成為世界首富 而且LVMH股價更在17號是一舉往上飆高 那麼市值整個佔上了4000億的歐元 現在奢華風興起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而百貨業在疫情期間其實也嚴重的受挫 結果導致2020年是首度的被便利商店給超越 不過在去年其實百貨業迎來了 疫後的復甦的速光 那麼新光三月在去年的業績達到了886億 再創新高 年增率也超過了一成 台北市的新一計劃區 接下來還會有新一輪的商戰正要開打 以及這個禮拜六就是除夕了 那麼迎接透年 哪一些新作的財運 還有工作運勢是特別好呢 那民眾要怎麼樣幫自己來招財 提升自己在透年的運勢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為您邀請到資深分析師謝承諺 大家好 新作專家艾菲爾老師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以及今年天下特派議員葉子卷 大家好 好 陳諺原本以為在疫情過後 應該是百費待舉處處蕭條 沒有想到現在卻是奢華風興起 而且精品賣得特別的好 有一個產業不但不畏懼這個景氣的衰退 甚至股價持續的飆高 更不用講漲價的一個風潮 什麼產業 就是LV 我們所謂的精品產業 就以這個LV來講 我們之前就講過 他的創辦人已經攀上了 這個世界首富的頂端之外 本來很多人說看他做多久 沒想到越做越久 後面第二名 馬斯克完全追不上他 望塵莫及 你看最近LV的股價 一個月漲了16% 一個月漲了16% 看著他就一路往上飆 市值已經沖上了4340億美元 你剛才講的4000億歐元也沒錯 因為現在兩個比值差不多 對不對 美元歐元比值差不多 對 現在是歐洲最有價值的企業寶座 另外一個之前 這個LV跟開雲不是要搶愛馬仕嗎 對不對 你最懂了對不對 那開雲集團第三季的營收 既然暴增了23% 奇怪 景氣的衰退通膨完全沒有 衝擊到他們的營運表現 比2021年同期成 你看比2021年成長14% 比2019年成長28% 過去一個月的股價也很猛 漲了多少 14% 好 那另外一個 這一個集團叫利豐集團 他旗下的名表有卡蒂亞 有萬寶龍 還有這個伯爵表 朗格表 機車表 還有佩娜海 這個表如數加增 就都在他旗下 最近股價大漲多少 一個月漲了16% 這個部分也讓我們好奇 為什麼在現在這種所謂的高通膨 大家不是說他縮一節食嗎 甚至還有這個 所謂的景氣衰退的疑慮下 他的業績能夠屢創新高 好 2022年全球奢侈品的銷售 成長多少 22% 22% 兩成以上 其實也很簡單 全球10%的有錢人 佔據了將近50%的財富 那所以變成在景氣衰退 甚至疫情期間 他們的財富不減反征 對 所以花錢不手軟 那錢變多了要幹嘛 當然在食品上面下功夫 2021年是3050億 然後你看一口氣增加到 3660億美金銷售額的部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們都還一直漲價 而且越漲大家好像越想買 越漲越想買 然後你看這個BOF 他們跟麥肯錡做了一個報告 BOF我介紹一下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BOF就是Business of Fashion 時尚產業 我也算是時尚產業引領的一環 我要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他們統計GDP的部分 歐洲1% 還好這個沒什麼 美國1.5 這也沒什麼 可是中國多少 5到7 所以會不會是中國的 這個經濟的成長 帶動了整個奢侈品的消費 整個全球精品產業的成長率 是5到10% 那你看各別的精品市場產業 你看歐洲是3到8 因為歐洲本來就很多有錢人 可以理解美國5到10 可是你看中國9到14% 所以整個精品產業的成長來講 確實會由中國來帶動 所以為什麼最近股價開始飆 你說是因為去年賺很多嗎 其實我認為 應該是今年中國解封以後 他們看上了中國解封以後 奢侈品的少貨框草 你看貝恩公司它的負責人 這個叫達佩奇歐 他說其實疫情反而讓奢侈品 出現一個很妙的轉折點 轉折不是往下 是往上 為什麼 他說這個很像 當時歐洲不是黑死病嗎 那不是創造了瘟疫復興 對 黑死病過後 就是瘟疫復興興起了 沒錯 所以疫情 造就了奢侈品消費的轉折 就是說大家開始想瘋狂的 要買這個奢侈品 誰買 就是你 的朋友 例如我什麼之類的 實際上開個玩笑 歷四代 其實是歷四代 年輕人 這是我 對 沒錯 就是你 那我們講一下為什麼 歷四代 他說可是歷四代不是年輕人嗎 二三十歲而已嗎 可是大家不要小看 歷四代現在消費奢侈品的思維 我們叫Yoro 就是You only live once 因為疫情過後很多人都這樣的一個思維 都覺得說我活得那麼辛苦幹嘛 像我們這一輩的 父母灌輸給我們生 省吃減幼 量入微粗 輕減持家 我剛才要出門的時候 我媽還說我最近怎麼一直換衣服 你要省一點 你不要錢一直花在衣服上 我說沒有 這身很便宜 這個都幾百塊而已 要存錢 然後我媽才放心的讓我出門 他說要存錢 要存錢 要存錢 可是現在年輕人是 他也不是亂消費 其實他可能為了吃 他可能省 省吃減幼 可是他就為了買一個 他喜歡的LV包 喜歡的這個 比如說勞力士的手錶等等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他會節省 其實不是我們想的那種 他把所有的錢就亂花 然後舉債 不是這樣 那你可能看他 穿一條CK的牛仔褲 可是他上面可能搭個 幾百塊錢的T恤 混搭風 混搭風這樣出來 而且大家真的在這個部分 消費力是很驚人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講 這個Z4帶有多重要 我們先從勞斯萊斯說 勞斯萊斯 這個隨便一台起跳是1000萬 起跳1000萬 你知道2022年他賣出6021輛 年增率8% 那很多人說才8%也還好 可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勞斯萊斯基本起跳是1000萬 對不對 那一定會選配 你買了這樣一台車 你沒選配 雨傘要不要加上去 雨傘就十幾萬 然後再其他東西加一加 1500 2000萬 對不對 那我用基本的1000萬 去算這個6000輛 8%年增率 你去算一下這個金額 很嚇人 非常吃驚人的 那全年銷售勞斯萊斯 成立119 2022年大家別忘了 中國是封鎖 整個疫情是封鎖的 而且消費整個緊縮 而且2022年整個金融市場 都很慘 股市也在跌 我們看到那個科技在財源 在講這個情何以堪 可是確實真的整個銷售量 是成立119年來最高 然後我們去看 美洲佔了三分之一合理 富豪排行榜裡面 都來自於美國 中國大陸竟然也佔了四分之一 歐洲也佔了多少 五分之一 另外一個豪華奢侈品品牌 兵力 對不對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 這個logo 要不然 這個像我每次找我的車 都找不到 因為認不得這個logo 我以為你說開在路上 要離遠一點 因為碰到他很可怕 這個豪華車兵力 你知道2022年賣了多少 比勞斯萊斯還多 這個也是隨便1000萬起跳 隨便1000萬起跳 賣了15174輛 很可怕 那銷售成長多少 4% 而且現在大家為了吸引 一般我們覺得這種車 應該什麼顏色 應該是黑色 就很穩當 對不對 因為有錢人 你就是要穩重 沒有 你看老師來 是現在推的顏色 什麼黑色 這個是芥末色 對不對 還是螢光綠 對不對 這種顏色我就很喜歡 開一台這種顏色的車子出去 音樂還要放很大聲 然後車子還要這樣咚咚咚 是不是 然後你看這個時尚社 為什麼他要推出這些時尚社 原因很簡單 他要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他要告訴年輕人說 如果你有這個實力 我們也會配合你的一個 這種對時尚的一個追求 我們推出這種時尚社 所以跟大家想說這是年紀比較大的人買的 印象是不一樣 因為像現在整個歷世代 佔各種奢侈品的消費 我們講所有奢侈品的話 大概歷世代就佔了三成以上 三成 就是說我的營業額整體 這奢侈品裡面 大概三成以上是年輕人在買 沒錯 大概30到35% 就佔了三分之一 那枯其佔多少 65%以上 65到70 既然都是年輕人 其實在過去幾年大家會覺得這個牌子會比較 確實是 有一點難以負擔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很多的Z世代 他開始 比如說他可能買一個小錢包 買一個皮帶 買一個他的耳環 我看好像也有出類似的 對 類似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開始 其實過去幾年就開始對 Z世代做一些行銷 因為你知道年輕人用什麼 用Instagram 然後Line 然後Line貼圖 不是長輩圖 我是那種 就是真的很可愛的那種圖 對 然後包括透過手機桌布 還有這種漫畫 甚至更重要 他們竟然推出什麼 NFT 虛擬方展 他竟然推了一雙球鞋 虛擬球鞋 只能看還不能穿的 虛擬球鞋 要吸引這個Z世代 你買虛擬球鞋幹嘛 我可以在我的元宇宙裡面 穿給我的朋友看 就用這樣的方式 是在遊戲中穿上的 遊戲中穿的 然後你也可以穿上Gucci的服飾 對不對 在哪裡 在遊戲裡面 請問一下 他在虛擬世界 會去穿這些虛擬的元素的話 實體消費會差嗎 一定會搭上 你看這個 The Rear Rear Double Rear 他2021年做的奢侈品的一個報告 Z世代真的是最大的買家跟賣家 成長力道很驚人 相較於之前你看 成長33%跟86% 所以他們認為 看過去的一個奢侈品的 你看數據我剛才講有沒有 對 三成以上 3033 對 銷售額是20到30歲 還得了 還得了 那2035年Z世代的消費者 可能會佔整個奢侈品市場的 所以它是持續在往上成長的 所以未來我覺得 我們不要再小看 Z世代的一個消費場 甚至奢侈品 可能在後疫情時代 會持續爆發性的成長 好 剛剛陳彥帶我們看到 在後疫情時代 整個奢侈品市場 包括它的業績 是持續在往上飆升的 而且跟大家過去想像不同 其實很多的買家 包括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來自於在Z世代的年輕人 不過剛剛陳彥 也有特別提到中國大陸 其實在疫情之前 中國大陸一直都是 奢侈品市場最大的消費國 雖然中國現在已經 重新的開放了 但是因為充滿了不確定性 所以只覺得 現在很多的這個 奢侈品牌的巨擘 他們開始把眼光 是投降日本跟韓國 我早上來特別去看了一下 LVMH的集團 他們整個營收地區性的占比 亞洲區 包含日本在內 占它整體的營收 超過四成的貢獻度 然後再來是美國26% 然後最後才是歐洲 他們自己歐洲是20% 所以整個亞洲 包含韓日本在內 整個亞洲 其實還是這些奢侈品品牌 最重要的一個市場 當然過去我們都會說 中國因為它的量體很大 所以它是一個最大消費額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 以人均的角度來看 這一個數字非常有意思 這是摩根山莉分析師他給出來的一個數字 他說如果以人均購買奢侈品的金額 這件事情來說 韓國人每一個人在去年平均成長的24% 來到325美元 就是相當於台幣大概1萬多塊 同期的美國是280美元 同期的中國是55美元 所以美國大概是8000多塊 然後中國大概是1600多塊 韓國是1萬 所以如果我們站在人均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韓國是比中國多了將近有6倍 對 所以這個是在人均的角度 好 我們來講日韓這部分 大家一定會說為什麼會是韓國 我們來給同樣剛剛講奢侈品 講到車 這個數字也很厲害 這個是兵力 我們剛剛是看一個整體的數字 我們現在來看個別區域 單就韓國來說 整個兵力在去年亞太市場 賣出的車輛當中 40%都給韓國人給包走了 10台車裡面有4台兵力 都是賣給韓國人 賣給包走了 然後這個數字是 大概是700萬一輛一台的車 4成通通都被韓國人給包走 而且他已經連續兩年 蟬聯第一名的冠軍寶座 所以韓國人在這樣的一個 奢侈品的現場當中 我們大概說非常非常厲害 好啦 那當然一定會問 為什麼是韓國對不對 對 為什麼是韓國 好 首先第一個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在疫情期之前 大家可能在社群媒體上面 我們是曬假期 曬我又去哪裡玩了 我去哪裡玩了 可是在疫情期間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出國的時候 變成是曬包包或是曬精品 我又買了一個什麼了 我又買一個什麼 那當然我們說這個叫做炫富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對炫富 這件事情的觀感如何 我不知道菲菲姐 你覺得這觀感如何 但因為有一個統計數字 也滿有趣的 如果就韓國人來說 他們對炫富這件事情的觀感的不好度 就是他不喜歡這件事情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 不然就要說他八成以上的人 他是認同這個 是可以接受的 但同樣的這個數據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日本 或是中國的話 他們其實有超過四成 超接近五成的比例 是不喜歡炫富行為的 將近一半的人 會不認同這樣的行為 所以同樣的 所以韓國人他覺得炫富合理 對不對 他也覺得這是炫富 對 所以這是一個文化 分享美好的事物 對 分享美好的事物 這是一個文化 這是其一 那其二當然也說 為什麼是韓國呢 當然這邊也要來看 還是跟房地產掛鉤 第一個 因為韓國的房產大量的上漲之後 他們的家庭的淨資產 其實增加了超過一成 那有錢人把這個房子 賺到田頭賣掉之後 當然就想要去買一些奢侈品 可是這必須得說 這是可能是中高齡 就是有資產的這些人 也是因為房子 所以他去買了奢侈品 但如果我今天是年輕人 也就是我買不起房的 這一些人 就是其實都是因為房子 如果我買不起房子的這些人 他索性他就覺得 那反正我也買不起房 那我就繼續住家裡就好了 那如果我繼續住家裡的情況之外 我是不是就有額外的錢 就是沒有房貸 因為你說真的 每個人的房貸負擔 占你整體的收入 支出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如果我今天一下子 少了房貸支出 我就多了很多錢 可以去買奢侈品 所以對年輕人來說 部分他們其實是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覺得 那反正我買不起房 我就去買奢侈品 也有這種感覺 那同樣的還有就是 韓國的這些明星們 也扮演了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角色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些韓國 我們就是韓國的影視文化 輸出到全世界去 現在這一些奢侈品品牌 過去我們都說只是亞洲區代言人 對不對 他們現在是全球代言人 也找韓星 好 如果以房貸少年團來說 這兩位現在都是最新 拿到的是 注意喔 是全球代言人 因為我今天要找的是 全球性代言人 然後你不能只有太地區性 所以你要在國際之間 喊得出名字 然後你又要同時夠年輕 其實要符合這兩件事情 說真的條件的人也不多了 所以這個是 房貸少年團的部分 然後這個Black Pink 這個對應該台灣也很好嗎 這個4.5萬門票 一分鐘之內搶完 我女兒就搶不到 然後有跟你哭嗎 對 所以這一樣 而且他們很特別 他們四個團員 他們的那個感覺都不一樣 所以你就看到他們每個人 都有一個自己的精品可以代言 好 剛剛可以講 這個樣的一個代貨力 就剛剛講年輕 而且你在國際之間 喊得出名字 所以發現韓星 現在也是整個奢侈品品牌 非常愛用的 好 剛剛子娟帶我們看到 現在全球的奢侈品品牌 現在也把整個重心 放在這個韓國上面 不過我們說到 其實在國內又是如何呢 到底是不是精品 也帶動了整個國內 在意後的整個消費的動能呢 白貨龍頭 星光三月 其實他們在去年 開出來這個業績非常的漂亮 886億是再創新高 這樣的數字有名高 他甚至超過了2019年 也就是在疫情前的業績 對 我想大家都真的悶壞了 如果大家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去百貨公司週年慶的話 你會感覺去年 大家所有的人都瘋了 對 那個人根本在假日的時候 我有稍微去逛了一下 那真的擠不出去 應該不只逛一下 又貢獻一下內需 對啊 也要貢獻 因為跌了那麼多年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今年又可以出國 大家可以看一下星光三月 在2021年的時候 它的業績是797億 然後去年2022年的時候 就破紀錄了 來到多少 886 到YOY的部分年增率是11.2 那其中呢 因為它本來 星光三月就是台中起家的 那星光三月的台中電 這個真的是了不起 它已經營收是245億 年增14.5% 歷史新高以外 它是第12年來創了 全台百貨的電網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認識台中的朋友 你會發現他們超愛去逛 台中新光三月 而且很多世界比較大的一些品牌 其實在那個地方的 銷售業績都很好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這個電網有多厲害 我講一個例子給各位聽 各位不知道常出國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帶一些 那個英國的香氛產品 那個JOMALON對不對 JOMALON在星光三月台中電 居然賣到全世界第一名 你就可以知道說 JOMALON賣最好在台中 結果竟然是在我們台灣 而且還不是在星際計畫區 而且是在台中 所以你知道台中的消費力 其實是很強的 好驚人 對 那更不要說 還有很多的地方其實都很 就是它有很多的品牌 其實是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想這裡面的總經理 這個吳馨洋就有特別提到 他說去年一口氣 營收增加了90億 主要就是因為它有兩個策略 一個的話當然就是精品 另外一個的話 他有在推會員制 那精品的部分全雷打 所以精品賣得非常的一個不錯 所以成長高達28% 然後他今年的目標 是要做到921億 921億大概是比去年成長了4% 那這裡面第一個策略的話 就Damontower Damontower的話 如果各位是台北人的話 老的這個老一輩的 最喜歡去灌的就是SoGo 那SoGo後來他不是在斜對面 做了一個復興館嗎 就BR4對不對 那他旁邊不是有一個 這個正義國宅 正義國宅後來就改建了 然後蓋了一個全世界級 非常漂亮的一個Damontower 那1到4樓是被新光商業給租走 那上面就是豪宅 好 那他打算要在這裡面推 那50%的一個品牌 就是全台的一個獨家品牌 所以現在你要知道說 整個在東區 老東區 其實他還是有他很強的一個消費力 那現在就是把這個微風 星光三月 然後這些全部都把 潤態的這些都把它包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屬於的二級戰群 那他第二個策略就是有300萬的一個會員 在去年入300萬的會員 成長了八成 然後這裡面有首付 就是我們有買他的那個會員卡的話 SKM Pay 佔了他36% 那這個卡其實還不錯 就是你加入他的一個會員之後 累積吃飯 飛航的里程數 他跟航空公司都有合作 所以他就是用等於是 線上的一個方式 把他的這個業績給推廣 因為你有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在疫情期間 你不能去逛的 那你可能透過線上來去訂 那現在回頭我們來去看 這個信義計畫區 當然是重中之重 對 現在新一輪的商站 有名的要開打囉 最重的主謀就是統一集團 他們現在要擴大佈局 接下來就會是統一星光三月 微風廣場三足鼎林 我先講台北的一個地標給各位看 老一輩的就是消費力最強的 其實台灣現在最有錢的 其實我還是認為在敦化跟中校 仁愛這一區 就是東區 那他們是比較低調 老一輩的有錢人 那他們大概習慣逛Sogo 逛這個微風 就是那一區的 但是新一代的 Z世代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其實都非常喜歡去逛新一計畫區 那新一計畫區 國際型的大品牌 到新一計畫區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的旗艦店要開 或者是我要來台灣插旗 那我必須要在那個地方來宣示 就是我已經要入主你台灣了 是 所以沒有三兩三 是不敢在新一計畫區 新一計畫區早期的話 都是雙雄 第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新光三月 新光三月有A4 A9 A8 對不對 A11 對 好 那微風的話 你看陸陸續在開 微風信義 微風南山 微風松高 還有M6 M6 好 那現在統一之前只有一個 就時代廣場 就是跟市府站捷運共購的那一棟 那現在它要變成一個 時代廣場的二館 那二館哪裡來的 就是原先的成品 它到今年當然也是要起燈了 我們也是很感傷 因為那棟大樓是它的旗艦店 那今年年底的時候 它打算就不成租了 那不成租的話 統一就是把它整個 從地下二樓到地上三樓 大概是一萬三千七百坪 全部把它吃下來 自己去經營 由董娘來經營 所以松上開發建設 其實就是他們本身的 董娘高秀林這邊來住 然後慢慢把那一棟 變成它的一個時代二館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除了這三家百貨公司以外 還有一個最大的地主 這個地主其實 老台北人都知道 就是宏泰 包含你去看到的 兩個雙子星大樓 甚至是比如說年輕人逛的 這個ATT for fun 就以前的A14 A16 哈納維秀 年19 那如果各位有去逛過 ATT for fun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地方有一個特色 就是其實你要很多的 精明百貨那邊不見得有 Fishing的廠牌也還好 但是我覺得它吃的東西 非常好吃 它是異國料理 就是你常常去看到 很多米其林一新的 其實桌在那邊有開 各位有空可以過去看 然後年19的話 這一棟就比較沒有經營得這麼好 因為它裡面第一個就是Nike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健身工廠 那現在這一塊它也不租了 那不租了之後 他們現在可能跳起來 自己去營運 然後來去找一些 那我們再說這一些 比如說我們在看到的 ATT for fun裡面的話 現在寶雅也要進去 寶雅就要準備 因為他以前都是做社區的零售王 但他現在開始要去做美妝 那他打算跟他旁邊的 包含屈城式PK 這個又要爭第一 所以幾個 我覺得整個在信義計畫區裡面 又會變成一個戰國時代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開始會去整合成幾個大財團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這些百貨都跟金品有關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其實大家可以去觀察 一家一家的公司 可能各位要找比較不容易 其實在這個S&P500裡面 他有一個全球的奢侈品指數 標普全球奢侈品指數 其實看這個就好了 因為以前叫金品指數 後來他下次之後 他又重新調整了一下 他的成分股的內容 那成分股的內容 第一個的話就是Diagio 如果有喝酒的人都知道 是全球第一大的酒商 對 那他裡面有什麼酒 就Johnny Walker 穆賀 塔利斯卡 塔利斯卡會有一點煙燻味 不是泥煤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車子裡面賓室 這個戴姆勒 克萊斯勒 第三LV 然後第四個成分股的話 就是Nike 利豐 剛剛有特別提到 John Stanton跟Cardier 對 B&W賣得也不錯 亞斯蘭帶化妝品 利豐集團剛剛都有特別提到 所以我想整個這個趨勢 它一定都是緩步在墊高 那2020年的5月是低點 然後去年的10月是一個低點 我是很看好這個指數 人家常在講一件事情 每一次有什麼怪病 或什麼宅經濟的時候 大家腳都是 腳都沒有辦法出去 但是手都不會閒著 手都不會閒著 手都不會閒著 就是一直按 然後網購什麼的 所以我想對這些東西 都還是持續的看好 好 剛剛有名歌帶我們看到 就是全球 包括台灣在內 這個消費力非常的強 不過我們說到新的一年 大家領到這個年終獎金之後 很多人也想要買個精品 來犒賞自己 如果覺得這個包包太貴 那很多人會去買皮夾 然後請教艾芬老師 尤其新的一年 大家覺得這個換個新的皮夾 可以帶來新的財運 那不同星座 要怎麼樣來選擇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十二星座的朋友來講 我們分成這個火象星座 以及風象星座 水象星座 還有土象星座 那麼其實我這邊幫大家 做一個整理 就是說你在新年期間 如果說你想要買一個 新的錢包送給自己 造一個新的財庫的話 那麼有一些幸運的顏色 其實可以做選擇的 那麼在做這個仔細的分析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在風水來講 所有的顏色 正色是可以辟邪的 正色 像紅色嗎 紅色 黑色 白色 綠色或者是藍色 都是要是正色 所以如果說你在以這個大原則 來去選擇這個錢包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在選擇錢包上面 就要過濾掉很多那種浮誇的 這種比如說淡淡的綠色 或是粉嫩的顏色 那個就不適合 對對對 那麼有這個大元素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觀眾朋友 你是風向星座的 比如說水瓶座 天瓶座 以及雙子座的朋友 那麼你在這個錢包的選擇上 其實可以用金屬 這個白色 因為以顏色來講 白色它是屬金 那麼金錢 財富 它其實本身就是金的能量 那麼金的能量配上金的元素 它其實代表是說能夠達到一個共振的效果 你要賺錢就會賺得比較多 是 那麼在這個投資的這個選擇上面 比如說對於風向星座朋友來講 你在新的一年你可以做哪些投資呢 比如說你投資可以比較 嘗試一些多元性的發展 那麼可以關注一下新興的市場 或者是做一些虛擬貨幣 或者是跟環保新能源有關的 這樣的一個財富 所以我相信藉由這個白色的錢包做加持 應該是能夠順利的進帳 那麼火象星座的朋友 有牡羊座 獅子座 還有射手座的朋友 在錢包的推薦上面 其實我會推薦黑色的這樣的一個錢包 對 為什麼呢 大家會覺得說火象星座是不是都要用紅色呢 對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親身的經驗 因為本身我是牡羊座 我曾經買過一個紅色的錢包 我想說這樣子符合我的這個星座的特質 但沒想到那個紅色錢包 最後的下場是什麼你知道嗎 被偷了 而且被丟棄 就是說 所以不能火上再加火 沒有辦法 因為錢包的這個選擇 必須要比較低調一點 這符合我們在這個風水上面 所謂的財不漏白 所以你今天 即使是一個很高調的人 你在錢包的選擇上面 必須要壓抑這種高調的個性 必須要選擇另外一種顏色 比如說以火象星座的朋友來講 黑色反而是適合你的錢包的顏色 所以黑色是屬水 對 黑色在五星來講是屬水的能量 水來克制火 其實這個越克反而是越旺的意思 代表是說你火象星座朋友做事情 都比較容易衝動 那麼藉由水的能量 其實是壓抑你投資當中的冒險跟衝動 那麼有這個三世而後行的 這樣的一個理智思考以後 我相信你做任何的投資都會比較順暢 而且能夠抓到賺錢的秘訣 那麼水象星座朋友呢 包含了巨蟹座天蠍座 還有雙魚座的朋友 那麼在錢包的選擇上面呢 建議呢是用藍色 那麼這個藍色呢 不能夠是淡藍色 粉藍色都不行 要比較深的 要比較深的 那麼也適合做長期投資 它代表這個藍色呢 雖然是屬水 但是這個水 它是深層大海的水 並不是那個流動的水 所以千萬不要挑了一個 什麼天空藍那種都不行 不行 那個都是比較浮動的 所以呢 這樣的代表說 你在做投資上面呢 你可以選到一個適合你的投資標的 並且長期持有 那麼土象星座包含了金牛座 處女座還有摩羯座 我們的主持人是處女座 是處女座的朋友呢 建議你在選擇錢包上面 用大地的顏色 大地呢 其實是我們說的卡其色 或者是黃色 或者是橘色 但是這樣的選擇呢 記得呢 一定要是正色 那麼這代表是說 這樣的顏色呢 都是五行屬土的顏色 它代表是說 做一個投資部分 是屬於打安全牌 並且呢 做投資是屬於 細水長流 適合做定存或者是基金 雖然是說淨財少 但是它的穩定性比較高 我們先請教艾佛老師 因為我的太陽星座 是在處女座嘛 那我們這個到底是要看太陽 還是上升 好 我建議大家 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你 我們這個星座的部分 是以太陽星座做舉例 那如果說你的上升星座 要做參考的話 其實我覺得錢包不會顯多 你可以同時準備兩個 比如說如果說以我來講 是火象星座的太陽 母羊座 那麼上升星座呢 是金牛座 金牛座 所以我可以同時準備一個 黑色的錢包 跟黃色的錢包 所以我們陳彥就準備 兩個錢包 射手跟巨蟹 哇 那太好了 射手跟巨蟹 我的上升是在獅子 我跟你講 錢包不顯多 黑色跟大地色都很 真的我覺得陳彥的部分 剛好就是一個 巨蟹 有點黑色跟深藍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陳彥的部分呢 她的投資 大家是可以聽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所以可以準備兩個 反正長短夾嘛 都可以買 對 因為呢 這個錢包的部分 我們說的錢包 就是個人的財庫 而且呢 不顯多 如果是說像我個人 也是準備兩個錢包 一個是國內的錢包 一個是國外的錢包 對 如果說經常有出國的話 賺一些國外貨幣的話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區分 好 不過我們說新的一年 大家非常關注 就是自己的政財 所謂政財 就是來自於自己的工作 工作這個政財 到底運勢如何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星座的財運的 最佳錢三名 那麼待會有上榜的朋友 要大聲喊出來 第一名的部分 我們要恭喜 不管你的太陽星座 或上升星座 是雙魚座的朋友 在二零二三年 是有夢最美 而且財神會相隨 所以雙魚座朋友 今年就是憑藉的夢想 而付出行動 那麼財神會幫助你 那牡羊座的朋友 就是我本人 出國旅行 是遇到財神 對 因為我為了要刻印 這樣的一個運氣 其實我從進入二零二三年以後 我就不斷做旅行 但是如果 對 不斷旅行 這個不一定要出國 但是你就是說 台灣的山林原野都很美 你只要去旅行 其實都能夠啟動你的能量 對 而且這個旅行 我跟大家報告 我現在現在一月份 我已經接到八月份的 我已經接到了八月的一個case 旅行 待望自己的能量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 趕快去旅行 來金牛座的朋友 是屬於稻吃甘蔗後發先制 這個後發先制 仍然是一個能量的一個儲蓄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 你今年的財運會集中在下半年 那有沒有要特別注意的星座 有需要注意的星座朋友 我們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是雙子座 是能量不足投資 有一些失誤的現象 今年很奇怪 配合流年的運氣來講 大家一整年都在談錢 但是不一定能夠賺得到錢 的原因是因為 尤其是雙子座 今年並不是這麼想工作 其實會有一種想要退休的感覺 所以整體來講 在投資上面 由於你的自信不足 投資上面容易出現一些失誤跟虧損 要特別小心 來 講第二名的朋友 是獅子座 是欽償債務 人生無憂 整體來講 今年的獅子座優先還債 比如說你過去有一些銀行貸款 還有一些卡債問題 或說親戚朋友的一些借貸問題 趕快先把它 房貸也去還一還 真的 真的 先去償還債務 因為現在利率又提高了 債務又增加了 所以先償還債務 再來去拚命賺錢 來 水瓶座的朋友 是時運比較不濟了 會遇到詐騙問題 這讓我很小心 尤其從過去二零二二年 很多臺灣在求財的部分 求職的部分 遇到很多詐騙 如果說你又是水瓶座 今年只能夠做一些 比較保守的部分 時運不濟的時候 千萬不要迷信 或者誤聽別人的一些 投資的建議或消息 小心是詐騙問題 還有哪一些星座 要特別留意的 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來看一下 工作運來比較好的 就是今年要努力工作了 來 第一名的部分 我們來恭喜的是 天秤座朋友 要合作創富 共享成果 那麼今年的天秤座 主要是跟人家合作就對了 就是結合別人的一些才華跟優勢 跟自己強強聯手 合作當中就能夠共享 美麗的財富成果 來 第二名的部分 我們來恭喜巨蟹座朋友 今年是英明得利 越忙越旺 那我們演藝圈裡面 其實也有巨蟹座朋友 汪曉飛就巨蟹座 你看他賣那個麻辣粉 真的是賣到三更半夜 直播賣得特別好 他能夠賣得這麼好 其實是英明得利 因為這個 對不對 是名氣 他媽 前妻 還有前妻的好公 都讓他有話題可講 所以越忙越旺 來 摩羯座朋友是第三名 也是屬於工作運比較佳的 是積善之佳必有餘慶 今年摩羯座的這個努力 是過去努力的一個成果 於今年開花結果 所以過去你行善基德 廣結善緣的話 那麼今年在工作上面 大家都願意 享受成果 沒有錯 願意當你貴人 不過比較工作運不好的 怎麼辦 真的我要自我檢討一下 對 我來上節目之前 既然沒有先打聽一下 我們主持人是處女座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娛樂圈裡面 也有處女座代表人物 巨俊彥 對 大S 老公 這個層層考驗自立自強 因為他在台灣好像還沒有辦法 取得一個合法工作 不過整體來講 並不是以他做一個例子 而是說我們處女座朋友 今年的工作考驗確實比較多 我們的那個小甜甜也是處女座 那老師怎麼辦法去花錢 我覺得行善積德 對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 我們再來看第二名的部分 天蠍座是工作超時 有點慢性過勞的線 大家要注意 第三名的部分就是射手座 職場運比較弱 想還工作 這都是屬於工作運比較差的 一個星座朋友 給大家多參考 不過工作運不好 也不代表是真的不好 有時候就是自己多努力一點 或者是有時候就是 不要太鋒芒太陋的時候 其實也是可以安全地渡過 謝謝艾菲爾老師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在歲末之際 各地卻不斷傳出 這個倒閉的消息 我們先稍後 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好 馬上就要過農曆年了 不過中國大陸現在 就不斷傳出了 這個企業倒閉的消息之券 而且欠薪停薪的事件頻傳 而且尤其是這一群大白 什麼意思呢 過去因為我們在做核酸檢測 那些工作人員 他是不是全身都要包起來 包得白白的 所以他們在 中國大陸他們有一個稱法 稱他們叫做大白 好 這一群原本都在做 這些PCR相關產業的大白們 因為突然直接就解封了 解封 然後也不需要在這些 這麼多的檢測 所以這一個產業 頓時失業了 所以事實上最近就有一個狀況 就是馬上要過年了 可是這一群在做核酸產業的 大白們 他突然沒有工作 所以連工資都拿不到 所以最近有很多相關的人員 就是要求要發放工資 發放工作等等都沒有了 尤其是在馬上要過年了 他們拿不到 應該要有的獎金 然後過去的存款又不夠 他要去還債 其實防疫相關的產業之前還有一個數據 在過去的這一兩年當中 佔中國整體的GDP有1.3%的產值 是來自於這個PCR的產業 現在突然的就是不用再做這些 清零結束了之後 他們其實有估計說是超過一千萬人 還因此失業 一千萬人失業 好 那同樣的剛剛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在過年之前發放不出薪水 這件事情其實是對民眾來說是很糟糕 很慘的 那這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像是在河南 他們的一個鄭州大學 老師們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拿到工資 他們說因為地方政府就是沒有發下來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發 然後教導老師們要耐心等候 可是同一時間你卻發現 同樣也是河南省 這個時候他們卻花了 將近1.1億台幣 再修建一個紀念館 這個邏輯好像有點奇怪對不對 我老師應該要給的錢發不出來 結果卻花了1.1億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 在建建這樣一個紀念館 總之就是年關將近 這時候這種事情 都會讓人家非常非常不是滋味 但其實講到中國 這兩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與其你說經濟 如果經濟增速放緩有多重要 其實還好 最重要的是它的人口結構 在這兩天出了一個 他們過去的經濟成果 很大部分是來自於 他們的人口紅利 對 所以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應該是昨天新公佈所出來的 它現在是一個生不如死的一個狀況 什麼意思呢 就是出生的人口 然後是比死亡的人口還少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2021年來說 還少了85萬人 現在是年增長率是負的 這是60多年來第一次 出現了生不如死的一個狀況 好 那如果我們說生不如死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如果大家對數字沒有感覺的話 百度他們2022年有做一個統計 他說搜尋什麼嬰兒奶瓶的搜尋度 是降低了超過40% 可是同一時期在搜尋養老院 這個關鍵字增加了8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經濟火車 正在變老了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樣生不如死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首先第一個是 其實這個生不如死這件事情 不意外 是大家可以預想得到 可是問題就在於 它比原本專家學者預期的時間 提早了至少9年 提早發生 那這樣會造成什麼事情 就是過去的政府 他們在訂定相關政策的時候 是根據錯的人口結構 在訂定的政策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有問題了 因為你提早發生了 這是其一 那其二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說 正在變老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過去的那些 不管是產業結構 還有尤其是你的養老 老年相關的政策 有沒有辦法跟得上 也就是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擔心的是 中國變成未富 還沒有富有 未富就先老 這個會比你以前 像我們想說日本 或是其他的開發的 先進國家來說 人家是已經先富有了 然後開始老齡化 這件事情OK 但是如果今天 你還沒有到達一個 很富有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先就未富就先老了 這個其實背後所擔心的問題 會是比較多的 好 剛剛紫娟 帶我們關注的是 現在中國大陸面臨到 現在有生不如死 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對經濟也帶來 很大的一個衝擊 不過我們說到 這個新的一年即將到來 大家都希望 自己不管是在財運 整個運勢上 可以有好的運氣 那我們稍後要請艾菲爾老師 持續幫我們用塔羅牌 來算算 到底自己新的一年 這個財運如何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回來 好 在這個禮拜六 就是除夕了新的一年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財運很好 我們要請這個艾菲爾老師 帶我們看 兔年財運的塔羅占卜 現在上面有四個選擇 第一張牌有一個皇冠 有一個愛心 而且有一個手 這個手感覺上 是一個女生的手 旁邊也有小河流 而且有樹 是一個夜晚的時刻 那麼第二張牌 大家仔細看 是一個皇冠 有一個手 但是這個手 變成一個男生的手 它出現了白天 那麼下面是一個山谷 那麼三號牌更有趣 是一個男生的手 那麼上面有兩隻鑰匙 並且交疊在一起 而且後面感覺上 有兩個塔座 是羅馬塔座 那麼四號牌 感覺上是兩個人在牽手 而且上面似乎有一個弓箭 下面是有一些雲 那麼一二三四 請大家直覺做選擇 陳彥選哪一個 一定是二 我一看到那個皇冠 我就很喜歡 然後又太陽 對不對 是 你幹嘛選我 我也是選這一個 是 那我可以換嗎 沒有 就選了就不要換了 選了就換 那有名歌呢 我選三 有名歌選三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鑰匙 應該是可以開啟什麼 財富之門 開啟蘇文的保障嗎 而且後面有兩根 那個一住情天的塔 對 住情天 感覺是好賺 是好賺 那紫娟呢 我選一 因為有愛心啊 紫娟選一 還有皇冠 有皇冠 有愛心 好 那麼我相信我們來賓 主持人觀眾朋友都選好了 那麼是四號沒有人選 那我們就來統一看答案 好不好 好 好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四號沒有人選 四號呢 這張牌是塔羅牌當中的戀人牌 戀人牌 那麼財運指數高達80% 好不錯 而且這一張牌 它其實有一個訊息 這一個弓箭 它其實是一個天使的暗示 它這張牌代表封的訊息 那麼在2023年 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是求財在口 並且攜手合作 求財在口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這個密法呢 是我之前去拜一個神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因為我跟他說 怎麼求財 他只跟我講四個字 求財在口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做生意 要口其實是行銷的意思 你要把你自己行銷出去 或者是把你產品行銷出去 而且求財在口 其實是要跟人做互動 所以選到這張牌 其實你就要知道 在2023年 你要求財要多動你的嘴巴 多動嘴巴 而且要主動 主動出擊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明哥 選到的是三號牌 那麼這張牌呢 財運指數也不錯 有七十分 它代表說是理性跟冷靜 不能貪財 我相信我們有明哥 應該賺很多了 所以你財富自由了 高檔就賣出了 是是是 要把一些錢留給大家賺 所以不要貪 不能貪 對 那麼這張牌其實代表是說 你在2023年的表現會非常的好 但是要注意一下 不能夠功高震主 如果是說你賺的錢太多 膨脹了 那麼大家就會覺得說 就會開始嫉妒你 比如說像我們的陳彥 就會嫉妒永明哥 不會 千萬不會 不會 他會 所以整體來講 能保持理性跟冷靜 就能夠持續的獲得財富 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選到二號牌 是我們的 陳彥 陳彥哥 陳彥哥 還有我也是選這一張 我們主持人也是 是九十分 非常好 是一個自信魅力 無人能敵 這張牌是討論牌當中的國王牌 它代表說你在2023年 能夠獲得財富 其實跟你的自信有關 你越自信越有能量 其實大家都願意 跟你靠攏 也願意聽你說話 整體來講 你的自信跟魅力 就是你賺錢的最大的秘密武器 像我們今天 我們的陳彥哥 穿了一個花襯衫 代表說他非常有自信 是在花襯衫 他都覺得好看 是的 是的 加油 加油 非常的自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號牌 子絃真的很旺 你看 財務指數一百分 星座也第一名 No.1 非常好 這張牌是討論牌當中的 皇后牌 它整體來講 是能賺敢花 有些人能賺不敢花 有些人是敢花不能賺 所以這張牌非常好 尤其是女生選擇的話 因為它又是一個皇后 皇后的暗示 它這裡面的愛心 有一個金星的符號 它就是財富 所以這張牌 不只獲得財富 還有愛情 所以是人財兩得 人財兩得 財運指數一百分 恭喜 好 我們謝謝艾菲爾老師 不過我們說到 如果說在新的一年 要增加自己的財運的話 還有哪一些的小撇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好 其實新的一年 要幫自己招財 艾菲爾老師有一些小撇步 可以提供給大家 好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提升財運跟工作運的 一個撇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發財信封的七要忘財術 那麼這個部分 是我這邊實際操作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一樣畫葫蘆 那麼準備方法非常簡單 準備一個信封 並且一個黑色牽制筆 為什麼要用信封招財 大家會覺得說過年期間 不是要紅包招財嗎 就是一般白色的這種信封帶 沒有錯 那麼為什麼 我要特別教大家信封招財 最主要是因為 大家可以看信這個字 有人代表說發財要有人幫 那麼求財在口 這代表說做生意 你要能夠去跟人家行銷 那麼人家言 它是代表信用的意思 是做生意要有信用 那麼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來操作這個部分 其實你準備一個白色信封以後 你在上面畫三個U 代表是三個磁鐵 那麼三個磁鐵以後 你中間再畫一直線 它們會在這個圖騰上面 形成了三個節點 那麼這三個節點 再把你的名字寫上去 那麼寫上去以後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啟動日月 金木水火土的能量來幫助你 那麼日月它代表的是 天空當中的太陽跟月亮 那麼火水木金土 其實是天空當中的五星 結合起來是七曜 七曜其實代表就是說 日本的每天的祭日 禮拜天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總共一個禮拜七天的時間 一個禮拜七天都能夠幫你忘財 天天都有現金 是 沒有錯 那麼第二個方法 如果說你過去在2022年 做生意你覺得說沒有賺到錢 合約上面也出問題 那可能是印章的部分 那麼建議大家用牛角印章 來保平安 牛角的 牛角印章 因為牛角它是治癢之物 那麼另外呢